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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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下面非常的特别 是一个有一种这种 你们看到了吗 就是荷叶波浪边 不是荷叶边 就是波浪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 shape的一个裙子 我觉得很好看 我以前都比较喜欢 穿百折的短裙 就是比较可爱的那种款的 然后这种工装 就是OL 我是就是头几次尝试 又是高腰的 所以你夏天就可以把那件小短款的衣服 扎在里面 就很好看 对 然后这个裙子是我在深圳的一家服装店买的 它并没有牌子 就真的是跟大家说个抱歉 这个是我的爱穿品 可是却不能找到就是真正的那个链接给你们 但是我在topshop找到了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的类似款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也不是很贵 所以如果你们要是喜欢这种类似款式的裙子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还有呢 因为我今天有点小小的愧疚 没有找到这套裙子什么牌子 它原本的链接给大家 所以我后来就查了一下 这个裙子的shape 就在Google上面搜索 应该叫scallop skirt 就是你要 我会把它打在下面 就你要这样子搜 就会搜到所有这样子 有一种花瓣的形状的裙子 有很多不同 各种各样的牌子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如果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搜一搜看啊 除了这套裙子之外呢 其实它又inspire我去找到衣柜里面 另外一个跟它非常相似裙子 也是我以前在for 2021买的 然后至今这两天也经常穿它 你看 它是长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下面有弧度的 这样的一个 但是它下面就是有小心机 这样的弧度 又有一点小摆折 非常好看 这个裙子是for 2021的 是我去年买的 我会试着找到链接给大家 但有可能没有了 因为它是去年的款式 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截个屏 然后上什么淘宝搜索啊之类的 然后后来呢 我在韩国还买了一条类似的 它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这几条裙子都很相似 因为都是这种小西装 OL款这样子 然后这个裙子也很特别 这个是在韩国的牌子 叫Wonder Place 这个牌子买的 我会把它的官网链接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还有没有这个款式 就是这种白边 然后又是很正式 又很classic 但是呢 又有那种时尚 很fashionable的感觉 反正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 穿的一个裙子的类型 就是分享给大家 好分享完吃的穿的 现在呢就终于到了 用的东西上面了 就是彩妆和护肤品 然后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面膜 它就在这里 这个呢是Fresh的 Black Tea Instant Perfecting Mask 它的红茶面膜 其实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 我拿了这个是一个Rose Mask 它的玫瑰面膜 因为红茶面膜用完就扔掉了 对 然后我回来之后 是把它最后一点红茶面膜用完了 是在回来大概有20个小时的飞机上面用的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个红茶面膜主要就是滋润 舒缓 那种清凉黄瓜味的 我真的觉得Fresh家的面膜 就是如果你用了 你会觉得它的使用感真的非常的好 它用的脸上非常的suzing 就是非常舒缓 然后有一定的就是补水的功力 但是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用完了就是清清凉凉 非常适合夏天 如果你晒厚了之后 一天回到家里面 脸上会变得非常凉凉凉凉凉 非常舒服 然后开始会听到一些就是不是很好的 就关于它的评价说它怎么很贵呀 又是成分不怎么好 什么防腐积加太多 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抱太大希望 但那个面膜就是你用了两三次之后 你会觉得你会想念它 就你会觉得我还想再用一次 以后一定会回购的 哪怕它很贵 因为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就是无可替代 就是含细的面膜所不能给我带来的体育 讲完滋润类的面膜呢 我们再讲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就是清洁类的面膜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 长这个样子 蓝色的 这个叫做宝液酵素冷膜 那就是我四月份也是在买货上面买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用的基本上 看 就基本上快要用完了 自我都是厚厚的厚敷 30到40分钟 我一开始还不信 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个面膜 怎么能够导出你的黑头白头 怎么能够清洁呢 我都不信 那运作原理好像是说 就是利用什么冷热电离子的这种交互 然后能够让你的黑白头都浮出皮肤的表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听起来很科学 三四十分钟之后 你把它洗掉嘛 洗到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鼻翼两侧 还有你的这个脸颊 就是你所有就是有黑白头的地方 它慢慢浮 就是对我来说 我就会能看到很多小小的白头浮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拿一个那种粉四针 把它们都就是刮掉 然后做一个收紧的爽浮水这样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用的 现在已经快见底了 这是我一定会回购的一款产品 不是很贵的一个非常值得拥有的一个清洁面膜 如果你们有试过的话 这种朴实的包装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试一试 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用的一款唇部产品 它就是这个 就是Everydown的唇釉 如果你们看了我的韩国购物分享 你们会发现 我当时就是超级 就是超级推这个唇釉的 因为我当时说 就在韩国 基本上买了之后 每一天都在用它 它叫做Color Lasting这个Tint 然后这只唇釉的颜色是12号 很多人说它很像YSL的唇釉 但它比YSL的唇釉更加持久 因为它是一款染色唇釉 它是一个Tint 就它的颜色非常持久 我刚刚已经有做好试色 放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明亮的燕橙红色 非常就是活泼元气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这款Tint 真的很持久 完全不掉 上嘴是那种水嘟嘟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唇纹很重 或者是你经常嘴巴上起很多死皮 又没有做好去角质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用它 因为它的颜色会浸在你的 就是嘴皮里面会很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要是嘴巴condition 比较好的情况下用它 涂好了真的非常漂亮 它的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 就是很贵 大概就10刀左右 人民币就50多块钱 我都不想讲别的东西了 非常喜欢 好然后接下来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也许你们已经看到了 你们猜在画面中的哪一个位置 就是这里 就是我最近喜欢用的刷子 之前有很多人问我就是我的刷筒是在哪里买的 还有之前就是我有一个金色的那个托盘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你的托盘是哪里买的 我统一告诉你们 这些都是在深圳的艺术展览中心 是一个家居装饰的中心买的 可以在微博私信给我 这里我就不同意说了 我之前有做过淘宝的化妆刷具的分享 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家店家 它是来自于羽桐彩妆这家店 就当时做了那个视频之后呢 然后那个老板就联系我让我试用他们家新出的刷子 于是我就收到他们家新的刷子 刷子我都试用了一段时间 但其实真正惊艳到我 就我真的觉得特别 就要给你们推荐的是这一支 这是一个腮红高光扫 你看它是一个这种大的火苗形状 这是一个火苗形的刷子 也是我第一次有这种火苗形的刷子 用了它来做腮红的扫 而它这个形状非常特别 间接的地方可以用来扫高光 就是这样子扫 或者是扫这个鼻梁的高光 然后我觉得最好用的一个方式 就用它来扫腮红 它是一个这种火苗形状嘛 就正好扫腮红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上脸是一种非常 就像清风拂面那种感觉 它的性价比也很高 然后这个系列呢 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新系列 叫做空山星雨 美丽换成 之类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会把它那个链接放到下面 就用它来刷腮红 它真的上脸就是 是它那个系列其他的刷子 然后这个平头的这个粉底扫 也是质量做得非常好 非常舒服 反正真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支 我觉得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化妆棉 就是这样子的 我用过各种各样的化妆棉 这个是Innest Free的化妆棉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Premium Cotton Pads 我不知道就是我这个是从韩国买的 我不知道就我上网查了一下 好像北美这边并没有卖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但它就是Premium Cotton Pads 你们也可以查一下 但这个化妆棉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希望它能够全世界都有的卖 它这种纯棉的有一种厚度的 里面就是那种棉心的这种化妆棉 然后它这一片呢是这种大大的 有一些化妆棉呢它比这个小一些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擦脸的时候 就是擦着擦着它就会就是卷成一团 我就很不喜欢用那种的化妆棉 有很多牌子化妆棉都是那样子的 我就不想点名了 但这个化妆棉就是很大 擦着擦着不会就是滚到一边就卷成一团 它也非常非常的软 就是化妆棉里面就数一数二 柔软度非常好的一款化妆棉 好啦这个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月喜欢用的 喜欢吃的 喜欢玩的 喜欢穿的 喜欢的 好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就打算经常频繁的更视频 因为我已经回来了 所以说你们最近会经常看到我的 不要忘记给我这个视频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就这样 祝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我们其实就在那里啊 好